现在美国队一出局分战一二雷 攻战一二雷 老教头曾经恩 当即立断剪接麻利快 很快就把蔡明洪给换下去了 因为被对方打一只安打 再来一只自坏他认为他不稳定 现在老教头曾经恩要换头手了 刚好他很诚恳很诚实的告诉记者在赛前 他说全部的投手这场投 郭立坚夫的投球呢 内外脚跟这个下坠球都投的相当不错 现在美国队担任打击的是第七棒 朱肯太高了 因为郭立坚夫上场啊 大家都就是怕他不稳 他的球技和背力速度都不错 可是经验稍微差了一点 年龄稍微小了一点 青年才俊 十九岁可以说又K 他只有十九岁 郭立坚夫 糟糕 两个球都没投进来 我们希望他赶快恢复正常 旁边老教头曾老教头年龄可以做他的祖父了 郭立坚夫可以叫曾老教头叫爷爷辈的 曾老教头在旁边大喊一声 注意了 哎呀 太高了 三坏 郭立坚夫坏坏坏连三坏 这个时候曾至真 要上来跟投手两个来讲 第八棒 威尔森 在现场的观众紧张 在场的球员紧张 教练紧张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也紧张 连我也紧张了 我站起来吧 蛮累一出局 要注意 要注意 哎呀呀呀呀呀 连投五个坏球 连投五个坏球 满磊一出局 美国队的进攻 现在2比0中华队领先 美国队2分 糟糕 有点慌乱 老教头把郭立坚夫上来 连着投了6个坏球 他自己也没有信心了 郭立坚夫 心里面扑腾扑腾扑腾的 被换下去了 到底是 见到大厂量太少了 对呀